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是摩托车职业赛车手等多重身份的标签 但我们有质疑的是 他是凭借演员这种身份 靠着一部陈行令而让自己大火的 但如果仔细深究 从多个角度和不同的维度来看王一博 他的闪光点并非只存在于陈行令当中 而如此他能够大火 其实都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其实放眼娱乐圈 从颜值来看 娱乐圈颜值高的人往往层出不穷 而王一博并不属于站在娱乐圈颜值顶端的人 那么王一博到底是靠什么魅力来群粉的呢 大多数人喜欢王一博 往往是实于颜值 忠于实力 说到实力 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舞蹈 王一博在13岁那年就参加了街舞比赛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名次 而随后他来到了韩国开始的练习生生涯 其实在韩国当练习生并不轻松 特别是像王一博这种在韩务工人员 在当练习生的日子里 他每天训练14个小时 并且没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为的是能够在韩国顺利出道 他一直坚信着1万小时法则定律 即一件事情只要不断的练习 时间达到了1万小时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成功哦 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训练生涯之后 2014年王一博作为组合 UniqueQ的成员出道 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在组内的标签是舞蹈担当 这也证明了他在练习史当中 挥哈的灿水得到了回报 后来因为陈心领而爆红之后 一则关于他早期练舞的视频发了出来 而王一博跳舞的视频 甚至被业内人士称之为 神的孩子在跳舞 有不少人说 天才型的舞者也不过如此了 但是当大多数人在惊叹他 有着舞蹈天赋的同时 却并不知道他被子在背后付出了多少 就像大张伟说的 大家都觉得王一博跳舞很帅呀 很吸睛啊 但是这是他用自己的童年换来的 王一博的舞蹈实力是他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在练习时不断努力的结果 每天枯燥乏味的训练 靠的是自身的意志和吃苦的能力 而这远比于靠脸吃饭要困难得多 能够站在舞台上成功出道 对于王一博来说 似乎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但是这阶段性的胜利 对于王一博而言呢 却远远都不够的 2016年王一博回到国内发展 退却偶像歌手的身份 姚生意变某综艺的主持人 虽然很多人并不看好 这样的跨界转型 但是对于王一博来说 这却是一次自我更新和挑战 而这是由于他的努力 才得以让他在这档节目当中 一直坚持下去 因此王一博身上优秀的品质 这也是承接了大家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就拿他跨界主持的事情来说吧 作为主持团队当中最小的成员 加上没有一点的经验 刚开始在舞台上主持的时候 他面临着许多的困难 但是王一博却没有退缩 他不断的去克服这期间的困难 以至于后来有人问 王一博为什么可以当主持人的时候 除去粉丝之外 大落实的观众认为 王一博学习能力强 掐实 谦虚 以及示意能力强 其实呢 从王一博在节目当中的变化 就能看出来的努力了 毕竟红最初闭嘴不发言 甚至插不上话 到如今可以配合团队 为节目参天亮点 这期间的进步呢 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而当外界也对自己的主持 传来至今生的时候呢 王一博的回应仅仅是 多努力一点就好了 从不虚张声势地强调辛苦 也不刻意地强调自己努力的过程 这样的王一博 怎么能够不受人喜爱呢 有多少明星啊 在红了之后 开始忘乎所以 扬扬自得呢 甚至开始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开始接各种的商议资源和代言 但王一博却不属于这类人 他在爆红之后 面对这一切 看似是光彩多么的资源之时 他只选择适合自己的 他从容不迫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切好似以前一样 仿佛爆红的不是他一样 而这充分地说明了 王一博自身的品行过硬 他不盲藏不跟风 并且呢 对自己的未来事业 有着明确的规划 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在成为一人的想要路上呢 王一博一直都以自己的节奏 而稳步前行 没有冒进 没有退缩 现在因为陈欣立的爆红 而打浪了他的步伐 不少人觉得王一博 是瞬间爆红 或者是一夜成名 认为王一博能够遇见陈欣立 无疑是幸运的 但是回过头来看 其实这所谓的幸运 不过是王一博本人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毕竟早在陈欣立之前 他还演过不少的配角 从配角到主角 王一博通过不同的电视剧 为观众塑到了一个又一个鲜火的人物 一方面锻炼他自身的演技 一直都是有着自身的独特性的 这样的个性 他在舆论混杂的娱乐圈当中 活得更加的通透了 在日陆前的流量明星当中 王一博年纪不算大 但是很多时候 他身上却有着一种 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干练 而大多数人 正是被他这一身老干部的气质所吸引 很多人会说 这只是王一博人设的打造 但是要知道 人设的设定 很多时候也是跟自身的个性有关的 如果与自身个性强差太多的话 难免不会翻车 而王一博从出道的 积极无名 大爆红后的安分守己 他的人设依旧没有翻车 自身的个性也没有过多的变化 面对外界的质疑神 王一博也都是一一回应的 并且表示 自己也在不断的努力当中 不过分的张扬 不可以表现 一都是王一博的个性所在 他始终保持着清醒 不会刻意的迎合 复杂 繁杂的娱乐圈 面对质疑 也不会做无力的争辩 他始终都在做自己 但是王一博这些内在的阳光点 都不如他迎面而来的少年感吸引人 让他自带的少年感 又多了一层热血的元素 那么你们又为什么喜欢王一博呢 你觉得还有哪些闪光点呢 出挂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